大家好,我是小音 今天我們用雞蛋和粉條來做好吃的 首先準備一把地瓜粉 放入大碗中 然後用剪刀把它剪的短一點 有很多朋友都說在泡粉條的時候 非常的難泡 泡很長時間都泡不軟 今天就分享一個快速泡粉條的方法 把粉條剪短之後倒入開水 開水能快速的把粉條泡軟 然後用鍋蓋蓋住 相當於把粉條放入高壓鍋裡 用這個方法只需要五分鐘 粉條就泡軟了 接下來準備一個胡蘿蔔去皮 然後先切成薄薄的厚片 最後再把胡蘿蔔切成細絲 不要切的太粗 全部切好之後 把它裝入大一點的碗中 備用 再準備兩個去皮的小土豆 先切成薄片 切的薄一點 等一下切絲的時候比較容易 最後再把土豆切成細絲 全部都切好之後和胡蘿蔔放一起 最後再準備一把香菜 切成香菜末 切好之後和土豆放一起備用 這時候我們的粉條也已經泡好了 我們的粉條已經泡得非常的軟了 用手一捏進水 然後起鍋燒水 水燒開之後把泡好的粉條全部倒進來 開大火 把粉條煮至倒生 煮至透明狀 像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控干水分 把它撈出來 裝入大碗中 我們再準備一個小碗 然後準備三個雞蛋 再把雞蛋打入碗中 然後用筷子把雞蛋攪散 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之後 再把雞蛋液慢慢的倒入粉條中 然後我們再用筷子攪拌均勻 讓每一根粉條都裹上雞蛋液 攪拌均勻之後 再把它倒入土豆絲的碗中 然後我們再加一勺鹽 一勺胡椒粉 胡椒粉能去除雞蛋的腥味 然後我們再用筷子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之後 再少量多次加入麵粉 麵粉不要加的太多 太多了口感不好 少量多次的加入 這樣能夠防止我們攪拌出來的粉條 過乾或者是過濕 然後攪拌成這種粘稠的胡椒就可以了 先放一盤備用 然後準備一個墊餅層 先不用開火 倒入食用油把它刷均勻 然後再把我們放好的粉條全部倒進來 然後我們用筷子把它鋪平整 鋪均勻 鋪均勻之後再均勻的撒上熟芝麻 這樣能夠增香還能夠增加營養 然後上下火打開開中火 然後蓋上蓋子 先烙三分鐘 三分鐘之後我們打開蓋子 哇,好香啊 然後我們利用一個盤子給它放個面 然後蓋上蓋子 再烙三分鐘 時間大我們打開看看 哇,真的是太香了 然後利用一個盤子把它取出來 再把它切成自己喜歡的形狀 非常好吃又營養的早餐餅就做好啦 這個做法非常的簡單 做出來的早餐餅顏色也是非常的漂亮 金黃金黃的 加入了雞蛋和胡蘿蔔 營養也是非常的豐富 加入了粉條外酥里嫩 口感非常的好 用它來做早餐 孩子也非常的喜歡 如果你喜歡也試試搬 我每天都會更新不一樣的美食視頻 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 謝謝您的支持 謝謝